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玩家中心的面板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多了一个按钮的功能 也就是一键开启RTSS 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 我们在游戏中可以显示帧数 还有温度 CPU GPU的占用率等等信息 在安装0.4.4版本的时候 我们最好把原来的RTSS还有HWinfo 两个软件给卸载干净 包括配置文件 还有在CPU目录下的文件夹都删除掉 不然的话你进去的时候 还会显示你原来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导致本的面板会没那么好用 我的机器是已经卸载干净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召唤出玩家中心 选择这个意见开启RTSS 按A确认 然后就会弹出一个下载页面 如果你已经安装好了 并且路径对了 它就不会再弹出下载页面了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两个软件的下载 按A确定 它就会弹出一个页面 然后会自动下载 两个软件都是如此 下载完成以后 直接运行这两个软件 然后安装 在默认的文件夹下 对方默认路径 一直下一步 下一步安装完成就行了 安装完成以后 不要运行直接擦掉 然后召唤出玩家中心 选择一键开启RTSS 按A确认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字会变成灰色的 灯会一闪一闪 然后底下会出现这两个软件运行的图标 这个时候 这个字也变成橙色 然后灯是产量状态